歡迎收看灰色地帶 別讓真相不明不白 哈囉大家好 我是輝哥 AKA桃園布萊德比特 哈囉大家好 我是卡特 AKA巴德威爾史利斯 大家好 我是達達 AKA中立 湯姆克魯斯 歡迎 湯姆來到我們的當中 湯姆 湯姆一個非常重要的 湯姆是這個 湯姆戰士 今天達達來我們當中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討論一下 一個很厲害的主題 主題是 幹嘛一定要在一起 換你講看看 幹嘛一定要在一起 其實這個主題 基本在教會裡面 我們用一個字眼叫做 合一 因為合一用字面上來看 就是大家在一起 大家在一起去做一些很特別的事 那我想今天特別邀請達達來到我們當中 是因為我們可以看見 他在這幾年當中 在服飾裡面 看到在合一這件事情上 真的有很多的參與跟著墨 而且有很多的一些 剛苦談 見解 見解 OKOK 我們就想說透過這個時間 我們一起來談 我們為什麼要做合一 合一的目的是什麼 對 那談到合一 問一下達達 你覺得合一是什麼 合一是什麼 就在一起這樣 我覺得講到合一 就是我想到 就是我的牧師過去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就跟我們說 合一不是人幹的 哇 對因為我相信在他們那一代的一些牧者當中 其實他們也很希望可以大家走在一起 但是就發現要建立關係要走在一起 因為大家可能太不一樣 太不一樣 所以很不容易 所以很不容易 所以我覺得他們那一代有很多的辛苦 在合一的上面 所以 其實我知道 合一真的不是人能夠做出來 真的很需要上帝的帶領 然後需要上帝的幫助 對那 但是對我自己而言 我覺得 合一其實就是 彼此相愛 然後 建立真實的關係 常常在一起 對我來講就是 合一 彼此相愛跟真實在一起 是 哇 不容易耶 超級不容易的 其實台灣長到合一 我記得如果我的 我認為 我的印象沒有錯的話 人一的始祖 始祖是不敢 不要亂講 我還 我頭頂還有毛 其實在大概2000年以前 我說西原2000年以前 1990年的時候 好像那時候有代美恩牧師 特地在神的代儂當中來到台灣 然後開始釋放這種先知性的 这种关系的连结 叫做合一一千 因为我们中派不一样 族群又不一样 然后每个人建造教会的意象也不一样 解释圣经的角度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以前教会界大部分都是 中派自己做自己的 教会有很多四五千间 但是很难在一起 即便是一个部落 有不同的教派 大家都是自己过 所以我觉得从那时候开始讲到现在 二三十年了 其实都还在努力 对像刚刚达达讲的上一辈的 他们就是这么辛苦 往这个方向去走 那达达又要分享一下 就是在整个走合一的路程上 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 或是会让你流眼泪的 或是在背后垂心肝的 应该都有啦 我讲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合一的受惠者 受惠者 因为在两年多前我从平正然后被裁派到龙潭 去建立一个新的教会 叫做沙龙进行会 那当我去到那里刚开始教会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就是无形的压力 所以我记得有三个月的时间 我每天早上五点就会自己醒来 哦 对 灵修祷告 对 当然就是灵修祷告 然后也觉得蛮好的 对 那后来有一天我去剪头发的时候 然后那个理发师就跟我说 诶达达哥 你头发后面好像凸一块掉了很多头发 哇 他说你要不要去看医生这样子 对那我原本想说啊没关系 就是我觉得有一些 对有一些有恩高的牧师 都是这样子 我想说没关系 但我后来还是去看看医生 那医生就说再观察一下 应该是压力造成的 压力造成的 对那我很感恩的就是在那个时刻 其实齐翰牧师然后卡特带领我 就是跟一些桃园的一些青年的牧者 走在一起 那我们其实在一起的时间 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聊教会的事 教会的问题或事工 其实我们就是常常一起吃饭 烤肉 讲笑话 然后运动打球关心彼此 对那有些很多时候都是晚上 我记得有几次就是我 我晚上已经准备要睡觉了11点 那卡特就说 欸走要不要去吃牛肉面什么的 那我们就就就走这样说走就走 是是 那其实我在当中我就很受益啊 所以后来我的头发就长出来 哇 就长出来 新闻卡特的缘故啦 对 大学哥要常来啦 哈哈哈哈 对 大学哥要走而已 大学哥要太早退出了 哈哈哈哈 他太早跟你们在一起 对 太晚了 对那我觉得其实是在那个关系里面 其实很多 很多不管是幕会的压力 生活的一些事情都可以互相的分享 哇 对所以我自己是很大的受益者 所以达达你刚刚在分享就是说合一并不只是担当为了一个事工 然后大家就说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散掉 不是为了一个事工而是一种关系 是是是是 特别是生活上的关系 对对 我刚刚特别提到说哎呦卡特也会这样去帮助一个人这样 对啊 没有因为晚上有时候月底啊一定要找他出来啊 才会吃饱啊 诶不然你是全家人都过去哦 哈哈哈哈 没有啦我觉得就是那个合一当中的那个关系 那我觉得其实也有很多不容易的事情 是 对那我觉得上一代在合一的时候有很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打了在我们在这一代连结的时候 其实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 那个那叫什么 鸿骨痰 鸿骨痰对 有吗有鸿骨痰吗 鸿骨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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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有吗 我觉得 呃 吃闭门羹啊 吃闭门羹啊 吃闭门羹这个是一定会的因为 对对对 在龙坛就有 也 你不要这样子 你不要让人家这样 我先讲啦 那时候 有啊你也有闭门羹 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跟我的牧者就是讲原住民合一 我们讲的就是 就是整个全台湾的牧者 原住民合一 其实就像你讲的 闭门羹是一定有的 刚开始 特别人家就不认识你 你突然之间去找他 他可能会觉得 他一方面他也会吓得会吓一跳 二方面会说 你又到底为了什么目的而来 那基本上 我们之前要过去那里 OK 就是建立关系 一开始就是建立关系 或是请他们吃饭 但是他们会觉得说 一定有什么目的 一定有目的 当然我们的目的是放在最后面就是为了合一 是为了合一 这个是这个是目的 对对对对 但是那个过程 觉得就是要跟他们建立关系吃饭 是 所以有一次我们就到一个山上的部落 本来已经约定好说 他会 请我们 我不回你了 他说请我们就是过去那边分享 整个合一的异乡 然后呢 我们在门口了 然后就叫我们停一下 就在江慧的门口 说你们在那边等我们一下 我们上去一下 等了一个下午 一个下午 他都没有人 没有下来 然后他们解散了 我们都不知道 后来找不到那个牧师 还有我们在那边等啊等啊 如果你不欢迎你就讲一下就好了 我们在那边等 我想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常常就是被人家放鸽子这样 很不容易 所以我可以感受到 刚刚达达所分享的 那就像刚刚讲的 大家的背景都不一样嘛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没有在一个 看得见的事工里面走的话 可能大家会觉得 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 对啊 所以我在觉得 其实做合一是很不容易的 对啊 那达达有没有什么故事 就是很困难 闭门口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 我自己觉得 没有太有印象啦 没有这样 当然我觉得 在主动去连结拜访的过程 其实也是会有 像慧哥刚刚分享到 就是他可能没有 这么有意愿 或者是他会觉得 你是不是有目的 对那但是 我觉得 我很感恩就是说 我收到的都是 大家都蛮爱护我的 特别是一些 我觉得上一代的 一些牧者牧长 他们其实看到 年轻人 愿意主动的去拜访 那我觉得 其实他们都 真的给我很多的鼓励 这样子 对他也许不一定会 一起参与 我们的聚会 或什么 但是他会 他们都会跟我说 你做得非常的好 那其实我觉得 也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 就是主动去 连结这个关系 那我觉得 不一定要 一定要参加 或要一起做什么 我觉得就是让 他知道 我们是一起的 对然后 我们很看重 就是很看重 很希望跟大家 有互动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我的部分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上一代 他们走合一的过程 是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 其实有很多的挑战 有很多的不容易 是 然后慢慢的 好像整个教会界 对合一的看见 越来越更宽广 然后对合一的认知 也越来越清楚 有很多种 像族群的合一 族群的合一 然后还有中派的合一 是 然后都 因为我觉得就是 上一代走 然后就是越走 越看见神 在工作 对对 然后就大家 这个我们在这个世代 其实我们真的 这一代真的是受贿 看到上一代在合一 所做出的一些果效 那我们当然可以 承接上一代的恩膏 对对 那其实这一代 也有很多不容易 但是我们都是 持续的去走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神的心意要做什么 对那我觉得 也是蛮辛苦的 还有一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 最重要 现在还是会面对的 就是当你 各中各派在合一的时候 对 其实也有一些人会 领袖会害怕 就是会怕说 我这里的可能比较好 会不会我的羊就 跑掉 这件事情 好比说 对 对打打 他们很大 很大 他们很小 对 对 然后可能 然后参加一个活动 对 下个礼拜我们要聚会 人都不见了 都跑去那里 可能以前有这种 对 我之前也有 他们也会问 也有教会 也有别的牧者问我说 你这样不怕你的会友好去吗 那你怎么会打 我说不怕 因为我说 我们上一代都建立关系 对啊 他们也不敢乱跑 对啊 知道你来这边的时候 他就会说 你怎么今天会来这 对不对 那我们都一定会这样子讲 或者是 会打电话 打打你怎么有一些 会友来这边这样子 反而更好 对不对 更好啊 可以更知道怎么去牧羊 去牧羊这些 乱跑的羊啊 对 冬天都还没到 就要吃羊肉 你们常常在一起吃羊肉肉 没有 我们不吃羊肉 我们都吃牛 都是吃那个 江湖鸭什么的 江湖鸭 讲一讲你们 你们都在做什么 都在做什么 我们其实像我们 虽然你们一直没有要请我 那是你们的东西 嘿哥 快点看一下 赶快赶快 赶快你们都在做什么 是你的油门 翻箱盘往另外一边走 我们其实现在固定 固定我们礼拜四晚上 打球 对我们就是说 是我们的运动日 对我们要一起 这个好耶 对一起运动 目标一定要运动 对对对 那我是去担任球评的角色 我是 我不太运动 你有去啊 我有去当球评 打篮球又不是打棒球 对啊我当球评 我没有上去打 我都坐在那边 那一天有一个师母来说 你真的来篮球场就是这样 打球然后吃饭 对打球吃饭聊天 对 然后也会一起祷告 像我们其实昨天 下午我们就一起敬拜祷告 持续三个半小时 感动 我们也一起 我也不知道怎么结束 哇 这么厉害 对对对 对 就是我们还是有一起祷告 还是有一起祷告 因为我看到你们好像 也一起 休旧去旅游 对对对对 就家人 家庭 家庭 牧家一起出游 对牧家一起出游 那你们 如果啦 这样直接问说 你们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 合一的目的是什么 合一的目的是 对 或者说你们现在在一起的目的 我想应该都有一些目的吧 可能属灵的也好 或者是 你们自己个人觉得 是 我觉得 其实我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目的 我自己感觉啦 就是我觉得是 满足天父的心 满足天父的心 因为我觉得当 好像一个父亲的角度 像我自己是爸爸 然后我有三个儿子 其实我看到我的三个儿子 他们彼此相爱 他们可以一起玩 他们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 我的心就很满足 我的心就很开心 我就很想祝福他们 那我看到他们 就是 冷漠也好 或者是冲突 我就会很担心 或是很神奇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们 刚开始在一起 走在一起的初衷 其实真的没有 为了哪一个目的 我觉得真的就是为了 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 可以满足天父的心 是 那当然我觉得天父也 在我们的关系里面 成就了很多 我觉得很棒的事情 是 是 卡特呢 卡特呢 我觉得很棒啊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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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啊 对就很开心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比较没有那个 目的性的 这一种 想法 到底要 就是 跟他们在一起 要干嘛 要干嘛 我就比较 我就像上一次 我们五种 爱的语言 我就是喜欢 就是大家就在一起 那种感觉 你说要做什么 我就是我都OK啊 要做什么 我都OK 可是我也是 就是比较喜欢 大家都能够在一起的 那种感觉 我不会说 一定要什么目的 我们才要在一起 或者做什么 才要在一起 那我觉得 神的果 他就会 你会越走越清楚 神要去做什么 那当然这几年 其他带着我们 一起走的时候 我们就 开始做一些 美好城市节 一些教会的活动 那我们也不 一起打篮球 然后一起敬拜 我觉得这也是 神的心意 我觉得就是 当我们一起走的时候 就觉得有事要发生 那我们就好像是 顺着这个水流 不是印象的说 我一定要做什么 我一定要做什么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个人 因为我比较那个嘛 原住民 就是比较 天性 就会比较乐观一点 比较不会去 有什么目的这样 所以讲到合一 你觉得最大的困难 或是说 从哪里开始 你会觉得 从哪里开始 我觉得 我们自己的话 我觉得是从吃饭开始 其实就是 约大家一起吃饭 或者是 那我自己在 最近也是负责一些连结 例如说桃园区的进行会 龙潭区的教会的联导会 那我其实接这两个这个联导会的时候 其实我也觉得这是很大的工作 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我也向神祷告 那我觉得上帝就是给我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可以一两个礼拜 我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主动去拜访 带个礼物去拜访 一个教会 然后认识那里的牧者 对 那其实我发现这样子 累积下来 累积下来 其实关系就慢慢建立起来 对 那其实这个也 对我来讲也不难 就是是我可以做得到的 对 所以我觉得可以 对我而言我觉得是从吃饭 从关系 从主动的建立关系开始 所以合一不是叫他们来 合一是先从去开始 然后再分享 再给予的当中建立那个关系 所以合一不是因为有一个目的而合一 而是建立那个关系之后 就越来越清楚 为什么要在一起 对 其实基本上合一是一种享受关系的一种氛围 对 然后看见他的优点 哇 可以很欣赏 而不是嫉妒 因为远远看会产生错觉 那时候他会说这样 会不了解他的复兴的状态 但是越靠近的时候说 对 原来是这样 他也是也会这样也会那样子 然后就慢慢的学习 至于我们也能够带动 整个教会也能弄起来 所以合一基本上就刚刚讲的是 受益 受慧 而不是在那边受伤 是 可能 可能也因为不成熟 可能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受伤的可能 我相信也应该是 但是如果在合一里面 我们可以 拥抱 拥抱在一起的话 拥抱不见得是在人家最舒服的时候 也不见得是你最舒服的时候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胸怀 把这个举动给出去去拥抱 拥抱他的不一样 所以我曾经看过一个在分享 就是说合一不是像那个红砖这样 一块一样一样的样式叠起来 对对对 合一是那种不同的大小的石头 组成一个一个堡垒这样弄起来 所以我们都 我们三个都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可以合一来做这件事情 对 但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所以做总结吧 那我觉得合一其实就是各教会在一起 可以看到各教会的不一样 是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合一当中 我们有那个什么 那个叫做可以看到别人的优点 我们可以去学习 然后我觉得在这合一的这几年当中 我也学习到很多 就是可以在教会幕会的 对 然后可以看到起汉座的雅各 会扩张自己 会扩张自己 就像打打一样 就可以扩张自己 然后就觉得真的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这么大的事 当我们回到教会牧养的时候 其实有好多东西都被开启 然后就觉得对就是要这样做 就是这样主动 然后就是要去拥抱 然后就是要请吃饭 然后就是要什么这样子 对 所以我是觉得还蛮好的 就像我们带小孩子出去的时候 我的小孩就会说 爸 那个其他牧师 是很有钱的人吗 为什么他就一直请客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 这是祝福 我们要感恩 就是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学习 那我觉得合一是每一个人 人跟人合一 那我觉得最重要 我们要先跟神合一 那我们才可以跟人合一 有时候我们太强求跟人合一的时候 其实反而是反作用 可是当我们先成为跟神合一的那个人 先认识神的心 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按着神的心意 跟人合一的时候 哇 我觉得那个关系就会很不一样 就像十字架一样 我觉得那个就是完美完美 那达达也不要做一些分享 就是你对合一的期待 或是觉得我们可以怎么继续的努力往前走 是 我觉得合一是上帝的心意 天父的心 那我觉得当我们真的像卡特刚刚说的 当我们先体贴天父的心 那我觉得天父也会带我们走在一起 那我很期待 我很期待 那我觉得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神都会成就一些很意想不到美好的事情 在我们中间 那我也真的很享受 跟就是兄弟姐妹 然后牧者们在一起的时间 不管我们的年纪是 就是同一代或者是两代之间 我觉得我们都很 其实很期待 期待 未来有更多的连结 就是合一是很大的一个氛围 不只是这一代 上下一代也是在讲合一 属灵的合一 也是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功课 因为这是神最大的幸运 那你看教会那么多 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神啊 一个主啊 一个灵啊 但是很多时候因为人就把教会分开 所以我们在学习啦 我觉得台湾有一个很大的宝贝 很大的恩典就是合一 对神祝福整个台湾的教会 让整个牧者可以真的愿意走在这个合一 放下自己啦 我觉得合一最大的 的开始是从自己愿意 开始走向前 所以今天我们只是透过一点点时间来 谈谈关于合一这件事情 我们不是说我们做得很好 对 我们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看到 或是有经历到一些学习 那我们真的期待 不管是透过媒体也好 或是透过各样的方式 让台湾的众教会合而为一 让台湾可以成为华人的祝福 也成为世界各地的祝福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人 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摇铃铛 每周三 每周三晚上六点 请准时收看我们的灰色地带 下礼拜见 拜拜